我相信很多年轻人都跟我一样 有一个跑车梦 谁不想拥有一台颜色艳丽 马力强劲的跑车呢 在上个月 我看了前途K20的发布会 我心动了 但是当我知道 这个车它不一定能量产出来的时候 我心灰意冷 我甚至把我那200块钱的订单 也都退回来了 就在那一刻 我内心中 萌生了一个想法 我们的梦想 有没有办法自己去完成呢 于是我们就有了 今天这一个 急速造车计划1.0 在这个计划里面 我们致力去打造一台 年轻人买得起 玩得起的性能车 跑车 让每一个人人生中的第一台车 都不只是代步工具 这么简单 你是否想将我驰骋在赛道 你是否冲紧过 景物在窗边 飞速地划过 人类用了几个世纪 去追逐速度 如果没了激情 我们和咸鱼 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来回想一下 到底一台车 让人激动的元素 有哪些 性能 造型 操控 颜色 小时候 你墙上的第一张汽车海报 它是不是一台红色的法拉利 但普通的法拉利红 我们认为太普通了 所以我们这次的红色 直接用的是他们车队的颜色 Skuderia Russell 所以我们的车在同价位 它一定是要最高性能的代表 当路特斯已经在造一些豪华电车的时候 我可以告诉你们 我们的急速造车计划 就是新时代的路特斯 如果你觉得宝马的大鼻孔已经是大的话 我只能告诉你 对我们来说 Bigger than bigger 路特斯的创始人 Colin Chapman说过 Nothing is lighter than the whole 有什么是比什么都不装更轻更极致的呢 所以我们急速造车1.0计划 500公斤以上 来 大家欢迎 急速造车计划1.0 贝塔版 但是 大家看过太多PPT造车公司 把所有的这个东西都放在参数上面 很华丽 但是我们已经实现了所有的承诺 所有的功能 在这台车上面都得以实现 可以看到 我们拥有一个非常良好的散热设计 这个风除了从中间有一个高压的气流以外 从360度也可以对它的刹车系统进行一个散热 这台车它可以胜任赛道的高强度的工况 我们要成为一个百年的车企 所以万事要从小开始 为了降低我们的研发费用 我们找来了我们初代的历开发对象 北汽小猫 好 大家可以看到呢 我们现在在小猫的状态呢 其实目前是非常良好的啊 可以看到除了这个全玻璃和这个车顶有积水和凹陷以外 其实整个车呢是一个完好如初的状态 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中置后驱超低重型布局 所以我们第一部分先是把这台车做一个极致的轻量化 肢解 瓦解 探寻这台小猫的极限在哪 它都不是扭力量的 这个就是整体条来的 越野车用硬胎SUV 这个CPU风扇来的表里 哇 我怀疑我换一个什么不能自尊的那些 像能够提升的那这台 哇 油啊 好 经过我们上次这个泥航车的插座之后呢 它已经非常之方便我们进行拿打了 来 见证奇迹的施菲克 哇 开放式轮动 这样 有人想做多宽的这个车都没有问题 经过了我们大幅度减重之后 我们把整车重量减少了140公斤 现在全车的整备质量只有460公斤 那现在呢 我是作为这个急速造车的CEOR 然后有请我的第一副手李柏林 来跟我一起体验一下这个车 不过讲真 这车是真的帅哦 哪 比原来好看的都怪 你买吗 我 如果以2万块钱 2万 2万还是可以的 还可以啊 对对 试价试成一下 这个一看就是先充值 你知道吗 就是要造车先要对媒体充值 先要给自己洗脑 然后这样子给别人洗脑 我先充值了李柏林的个人后啊 如果讲真的这笔戴着壳子的时候 可好看多了吧 那我们先来一个加速怎么样 加速速度 由于这个车的加速实在是太猛了 为了弥补减曲的车身刚性 我们为全车加装了防滚架 以保证赛道级的安全性 但作为一台新时代的汽车 只有性能是不够的 我们还要安全 我们为它配备了四点式的安全带 和赛车同意 和原生的防滚架 可以说这种安全配备 再加上这个大尾翼和高性能的轮胎 在中国的性能车史上前所未见 今天我们也正式公布预售价 7200元 我相信你们跟我都一样迫不及待的 想去炸死它 来 我们现在出发吧 现在我们这台 极速造车01的计划呢 我们也给它起了一个很霸气的名字 极速小野猫 首先它很快 所以它名字必须包含极速 它又很疯狂 很狂野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整个车呢 非常的霸气啊 很有那种开放式轮拱 方程式赛车的一个感觉 而这套轮拱呢 来自于我们二号股东 Max给个镜头它 这是来自于它的语验的 现在它已经为这个车呢 贡献了10%的这个总价值啊 所以如果这个车成功上市了以后呢 它就可以实现这个财富自由 所以如果大家想一起参与到 我们这个极速造车计划里面呢 拿出你的硬币啊 然后作为一个支持啊 听懂掌声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帅气的上车方式 你们都在谈论什么 蝴蝶门 剪刀门 我这直接叫眉门 测试我是最认真的 在这一刻 我感觉自己就是麦凯伦附体 我既是老板 既是车手 也是这辆车的开发工程师 现在我有充足的安全感 来吧 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坐到030秒内 虽然贝塔版并没有更换电机 但因为只有400多公斤的车重 我们对它的加速是很有信心的 万一快过Model 3了呢 3 1 走 到不了100啊 不得不得不得 到不了100啊 我们测个0到80的时间吧 我们这次用尽所有的证断赛道啊 OK 行 就来一次 0到80测试 极速小野猫 走 降低空子 没到啊 来多次啊 算了 我们放下 我们做个0到50吧 好不好各位 可知呢 这个欧拉黑猫啊 0到50的时间呢 在5秒6啊 我们看看这个小野猫 能不能超过这个欧拉的成绩啊 准备 3 2 1 发射 50 多少 哦 成功进了6秒以内了 这个成绩的定格了在5秒4啊 我也不知道这是一个成功还是失败的挑战 我原来以为它可以轻松到80 没想到的是原来这个是一个快乐表 我现在就是信了它的鬼 然后才拿它来当原型车的 它真的是一只快乐表来的啊 以表显示62就是50了 快了低低了 0.1了 没够了 没够了 但是也没办法 既然都到了这个田地了 我们也要继续 不要愧对各位精神股东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进入这个刷圈的环节 我们第一圈先给它散散热 比如说在这个高速弯这里 其实感觉还可以 这个圈数我觉得应该不会太慢啊 感觉 这个车第二轴距真的很短 而且要加快了这个轮距以后 它比50mm一滴 我觉得要好看很多 不是开玩笑 我觉得是可以的 好 我们准备啊 准备冲一圈 试试它的时间 这里有个第一次不敢全 哦 没有 其实很轻松啊 因为速度不高 我速度上不去了 到了70 怎么速度在掉啊 没力了吗 这个车 这是甩减吗 这里 速度越来越低了 速度越来越低了 哇 全程不用刹车的 这个车 但是我越来越没力了 现在 进去 哇 要翻要翻要翻 不要翻不要翻不要翻 全程全程全程 中刹进去 来 哇 要翻 轮子起来了 哇 轰轰跑 轰轰跑 啊 好他妈恐怖啊 就一个轮离地了 1分33.7 第一圈 我已经超过了50mm一滴的时间了 但是我不想坐第二圈了 我有点爬 我现在回家 好可怕啊 这个车 一定不能压路线 它真的是会起飞的啊 我们上一圈 让我们再来一圈啊 好 感觉动力又回来一些了 我觉得这一圈可以更快了 爸爸的爸爸叫人吗 爸爸的爸爸叫爷爷 妈妈的妈妈要外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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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的妈妈 过完一个直线以后 已经没力了这个车 它这个原来的电机真的太差了 我们第一圈的成绩呢 是战胜了50的mini UV的 后面它就一圈比一圈慢 而且它一圈都跑不完 这台车只有400多公斤 过完直线动力就结束了啊 这什么玩意儿啊 我没有改造这台小猫之前呢 我原来以为 它就仅仅是一个工业垃圾 经过了这么多心血以后 我可以负责任告诉大家 你搞也在西汉都不受 西汉都应该超低 但大家知道 就是我们驾驶乐趣 除了快以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好玩啊 所以现在我们试一下 能不能发挥它剩余的价值 能不能发挥一键 其实没有 对 实在是 可以吗 可以吗 完全飘不起来 这人真的在吞伤 是什么鬼啊 这是 都是绝望 很绝望 好难绝望 喂 给点水啊 我现在唯一可做的是什么呢 把前轮放在干地 把后轮放在湿地 看看能不能起啊 3 2 1 走 史上真是最垃圾武之一 这样都起不到就死什么鬼 在零百车之中 他战胜了精品国民小车 欧拉黑猫 在赛道测试 他又击败了中国电动车销量王 红光蜜蜜一一 而在飘移上 更是打败了以运动著称的奔奔一一 可以说 急速小野猫 是新时代的电动小车王者 我在此宣布 急速造车计划1.0 大获成功 我们的众筹也正式开始 众筹架是两个硬币 前10万名投币的朋友 将获得防滚架终身保修特权 在这里我先给你们测试一下 防滚架的性能 因为这个车其实最高成本 是这个防滚架啊 我们这个防滚架 是经由这个专业的赛车技师安装的啊 在这里呢 告诉大家一个冷制室啊 大家在做一个专业的赛车的时候呢 记得就是无论你多紧张都好 千万手不要抓防滚架 因为你要想它在滚的时候 滚的是这个架子啊 所以呢发生撞车的时候呢 最安全的姿势 是拥抱自己 不是害怕 这真的就是最安全的一个方式 来吧 3 2 2 1 択 过去了 我已经 sacrifices了 我的安全带啊 我的座椰 我的防滚架 下次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在這時候呢 你要深信你的賽車 好 再來吧 開車 來 3 1 走 走 走 有沒有人 來走 我本來想說就是 這個防滾架 原地翻應該沒事吧 我才發現 我的防滾架做得太低了 我一發的時候 我現在的頭是直接 完全動不了 你知道嗎 就是 我的 還 幸好有這個hands 不然我脖子都沒了 所以我現在正式宣布 急速造車計劃1.0 徹底失敗 連安全都不他媽的安全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不畏困難 才是每一位創業者 最需要具備的精神 你會想 Bruce McLaren Enzo Ferrari 有誰 是第一次造車就成功的呢 我希望各位精神股東 不要收回你們手中的硬幣 我們馬上 會找更靠譜的合作商和供應商 進入 急速造車2.0計劃 你將會見證著21世紀的賽車傳奇的誕生 為了回饋各位觀眾 我們準備了一台七彩虹i-game M600 幻境之眼水冷遊戲台式電腦主機 給大家進行一個抽獎 記得關注急速拍檔官方賬號 並留意置頂動態就可以參加抽獎了 你應該是整個世界車史上第一個老闆做為這個安全測試的 不是啊 麥凱倫還有 親自安卓 麥凱倫死了呀 對啊 這不叫死 這叫為汽車事業奉獻了一生